好,接下来展示的是正确的谍译方法 这样的谍译方法呢 就是虽然它的原创者没有说 但是我称之为叫书本式谍译版 就是它所有的衣服都要能像书本一样直立 这样的话它收大的时候 首先它有一定厚度 它取完之后 因为旁边两片的衣服它也是直立的 所以它不会挡下来 也不会说立刻就把中间的缝隙给填平了 然后呢,这种实立的方法呢 适合于所有的衣服 再难的衣服,它也可以去立场 然后我就教大家怎么折 然后呢,它的发明者呢 就是这位小子 它叫静城马蚁会 静城马蚁会 如果你们Google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大量它的新闻和讲座 它的整理逻辑就叫 烦然轻动,人身整理 当然它对一个东西的 它对整理的判断 跟我刚才说的不太一样 它不是说 你要扔掉的这帮车 它是反向的 它是问你,你要留下你的 你们回去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建议大家做 我作为客户的一个作业吧 比如说你们自己可以测试一下 你把你家里的所有衣服 所有衣服啊 就是 大家不要拿别人的衣服 不要拿你老公的衣服 不要拿你朋友的衣服 不要拿你男朋友的衣服 拿你自己的所有衣服 里里外外的新的旧版 通通拿出来 先不要放在客厅中间 然后先看一下 它到底都有多高 我估计 大多数人还是跟你们保持 这些人可能会跟你们保持 所有朋友 然后呢 从里面找出 你最喜欢的衣服 然后再找出 第二喜欢的衣服 再找出第三喜欢的衣服 那依次 把你所有 觉得心动的衣服 放在一边 剩下的自动人 一定要是心动的 就是你喜欢 老不说这件衣服我还能穿 或者这件衣服我没有用 那工作服出外 工作服出外 然后呢 你如果没有办法判断的话 你就可以把 穿在衬上身上 穿在衬上身上 还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整理 我本人是这么安排的 这样我本人是这样 这样的操作的 但是我目前 并没有 叫客户能操作 没有叫客户能操作 因为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或者说你自己细心的去体会 一点点心动的感受 一开始可能会有疑惑 觉得我这件衣服到底新不新作 为什么要从衣服开始整理 因为衣服是贴成的东西 你还是能很容易的感受到 接下来 再是书本 再是文件 再是一些纪念 我本人是把很多奖状 把很多甚至于我 很有纪念意义的 乐器啊 或者游戏机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和同时来的东西 通过这种方法 也都扔掉了 因为它们长期不被使用 比如说我有个吉他 我是高中时在弹的 但是呢 进大学之后太忙了 我没有再弹琴 也没有人一起弹琴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弹 但是呢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乐手 所以我就把这家琴放在旁边 其实我拿吉他的时候 我已经弹不出来 手上的截念没有了 那个基本功力荒废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把它留着 这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把琴又一直在提醒我 我是一个音乐上的失败者 我以前有喜欢过音乐 但是我现在不得不放弃音乐 对吧 人就一直沉浸在过去的 一种怨念当中 一种执念当中 这样的情况也适用于 和以前朋友的书信 和以前恋人的一些 包括你过去的 辉煌的成绩 如果你一直留着他的话 那你就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 你不明白我往前看 你会觉得自己的未来 肯定不如过去那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